好 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立法院國民黨團總召 傅崑奇在二十六號率領十六名的國民黨立委 到中國展開三天兩夜的訪問 不過就在昨天晚間呢 這個訪問也已經結束了 今天上午傅崑奇跟這些國民黨立委都召開了記者會 來對外說明這次的仿中行程 談的包括了所謂的觀光還有農漁產業的部分 帶來聽一段稍早的最新說法 現在大陸全面啟動三十個主要城市的航點 對台灣做海空運的直航 同時有包括四大直轄市 以及種種二十個省會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正式開放對台灣的旅遊 能夠直接上網申請赴台證 更加的方便了大陸居民 可以直接在線上申請 就可以來到寶島台灣 而對於我們的農漁產品 大陸的官貿總署 已經給正面 而且這個順利的來打開很多過去產品的競技 讓台灣的農漁民能夠順利的將台灣特有的農漁產品 能夠順利的擴展市場 消往大陸 而對於兩岸最最關心的觀光產業的這樣的一個課題 大陸已經正式宣布對福建省對馬祖全面的開放旅遊 也在一個小小的彈書之後 這個彈書就是平坦對台灣的客運直航 希望台灣能夠立刻來回復 之後福建省將近五千萬的居民可以直接透過空運海運到台灣來觀光旅遊 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方目前所設定的陸客一天不能超過兩千人到達台灣來觀光旅遊 而大陸三十幾個省到底如何分配這兩千個名額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所以由目前所開放的兩千個名額裡面 由福建省將近五千萬的居民直接到台灣來觀光旅遊 此行已經順利的打開觀光之門 接下來中國大陸所開放的這個空運海運客運 直接到台灣有三十個最重要的城市 這代表了未來大陸各省都會全面的開放 到台灣整體的觀光旅遊 如果兩岸的交流是就是所謂的出賣台灣的話 賴清德那是不是你也在準備出賣台灣 我們再次希望各界能夠尊重賴清德的想法 也呼籲民進黨也不要再攻擊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我們大家聽到傅崑崎就表示說實際上之前包括這次仿中行程 飽受外界的批評 那外界也質疑說這時到仿中的過程中 中國這邊是陸陸續續釋出了十三項的會台措施 也被外界質疑說是不是根本到仿中行程 只是事前就談好這一次仿中只是走一個過場 對此在昨天晚間民進黨立院的總召 柯建民他就批評說這一次的仿中團是小丑團 而且說國民黨是配合統戰的剛性為勢 對此傅崑崎他就反擊了 他說之前賴清德有提到說 兩岸的執政黨應該要建立良性的溝通 因此他就說針對於現在民進黨的批評 南部城市在批評賴清德嗎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